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嘎 今天我们要继续欣赏玩家投靠乐乐 这位玩家做个天生一法的 你还挺霸气的 边的云之波斑 然后对面是牵手绝剑 就是两个击半分子人来对打 现在牵手绝剑先被控制住 控制乐乐一个一技能敲过去 地方好像不想提升 咦 坐地保护 找个游魔把对方控制住 对方也太傻了 再丢一个二天的 诶 这个还是不提升啊 这么倔强啊 这么倔强 来跑过来 接一个一技能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一技能反而把对方敲掉啊 敲掉对方又轻过来 接个二技能躲开 直接用二技能躲开对方的二技能 把对方又提升 提升之后一个大招 接下来对方应该是要不 要击 击败了啊 对方还在 是吧 一瞬间还就丢了一个 那个牵插啊 在直接牵插的时候 直接被宇宇的波斑插 这个牵手之间感觉 是吧 一瞬间就被打败了 连血都没血多少 然后我们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打的是 三次鬼叫 鬼叫冲过来 直接被弃拳悬住 悬住之后对方提升 提升后开启一技能 然后库弄自住 好 提升 提升之后 对方开霸底 霸底跑了 好 之后 对方又反方一个二技能 对方躲到哪里去了 诶 怎么看不见 诶 怎么 对方什么时候跑过去的 一眨眼就溜过去 甚至没办法 然后对方提升 呜一下 没捂到 对方又不停地丢啊 开始走位 不停走位 预备一技能 把对方取权起来 再接个边 箱恩 又被取权住了 然后对方开启了通灵 一个一技能 二技能 扛住了对方的二技能 攻击再接一个二技能 诶 对方 开启了通灵 把对方控制住了 控制住之后 然后 OK 这次五支波 好像已经没有通灵了 最后就通过变弹了 不过对方已经很惨了 就多少血 接一个打招 基本结束 现在我们看第三回合 对方 一个气悬把他拖住 对方是少年自来野 被气悬悬住了 跑了 跑了怎么办 先躲开 诶 可以放放技能了 诶 哇 这个技能好防 想说想说 就被突破了 一个那个 自来野的二技能 真是很健 放完个技能 就知道了 还有 还能在招出一个东西 还被炼成蛤蟆了 赶紧排六 被人抓了 难道这个鱼子不怕 打不过少年自来野吗 好可怜啊 往守一个一技能 什么都没打到 对方一个道场 是吧 又被控到了 一个替身 把对方控制住 控制住之后 接一个一 二技能 一技能 怎么会跑了 对方 招出个蛤蟆 顶到两下 诶 还真的是打不过少年自来野 直接被顶死了 我们来看下一杯子 这时候 这时候 新秀之水 被顶了一下 一踹 踹完之后 踢一脚 踢一脚之后 一个雷电 然后接一个技能 一技能之后 接完第二技能 接完二技能 跑了 这款响应变蛤蟆 变成功 踹 踹完之后 这时候 哎 跑开了 居然抓住了个通灵 就被踹了 自来野还是挺强的 一个 一技能没打到 又被人二技能 踩了 踩了之后 对方又把他变成了是蛤蟆 变成蛤蟆之后 又是任人的楼铃 不是这个 这回合又被他自来野给打败了吧 落地保护 保护一个雷电 保护一个一技能 对方踢身 踢身之后 被控制住了 这时候还没有 还不舍得换 踢身啊 开大招吗 把对方先开 大招 开大招 哎 跑掉了 跑掉之后 开刀先放大招了吧 开 absor 可以拉 还大招 这apan的大招就是有空 真想的 你们viare うしらをなめるな saying 私ま 我 urrection 生 you show